中南海要做重大让步,逆转,大陆下两年来首次经济大状况,中美贸易战已进行数月之际,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将在本月底举行的G20峰会期间会晤,近期未扭转美中贸易战,对中国带来的不利影响中共正在放低身段,向美国抛出一系列示好信号有分析, 据此认为中共会做出实质性让步,不过时事评论人士恒河认为,中国捐济一路下行,困难重重中共会放下身段,但不会有实质性的让步此外,中国第三季度国际收支数据显示出现自2016年以来首次投资净流出这表明,过去四个月以中国的投资环境明显恶化沉克江,中共是好可能做出重大让步, 乘客将在海外中文媒体希望之声撰文,表示关于11月的习川会,因为是G20峰会中的一次会谈双方,只能就中美贸易的重大原则问题达成框架协议,具体的协议还将在2019年,继续谈判西方社会的契约精神, 对中共是没有约束力的,加入WTO这么多年了中共当初的承诺也是签在协议上的照样可以当作一纸空文,那今天如果又来个新贸易协议,中共会遵守吗? 这是川普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 陈克江在文章中,表示很多评论,认为中共不可能在中美贸易谈判中做出实质让步,不过他认为共产党信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中共可能做出重大让步近期未扭转美中贸易战,对中国带来的不利影响 中共接连不断做出改善中美关系的姿态,1,11月7日,川普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中共同意放弃中国制造2025计划,2,中共突然批准川普女儿亿万卡的16个专利商标申请311月5日习近平承诺将在5个方面加大开放力度, 并在未来15年进口商品于30兆美元,进口服务于10兆美元,411月6日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新加坡举行,在首届彭博创新经济论坛上衬,中国愿意就达成贸易解决方案与美方进行谈判,511月9日中美外交安全对话将在华盛顿举行610月8日香港苹果日报报导, 据多名中共官员级智囊透露,习近平当局,想利用中美建交40周年的契机,向美国求和目前,北京中央层级的多名智囊,正在为此事进行紧张的筹备期, 11月8日,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到访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说,他和川普总统已约定好在阿根廷G20峰会期间会晤, 双方将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横河中共身段放软,但不会有实质性的让步实施。 评论人士横河在希望之声专栏节目中分析,尽管这次川习对话没有说,谁主动但是有一些迹象,表明, 是中共方面放软身段中共方面的情,况就相当惨淡了民营企业,被压缩压缩到什么程度了, 而且民营企业人心惶惶,所以才要习近平和整个中共高层出面安抚, 这就是缺什么补什么,要安抚的话就一定是出了大问题了外资撤离,经济增速达到新低, 从官方态度你也可以看出来,就在川普发推之,前一天习近平主持政治局会议, 这会议里面就表示经济其实有了大问题,所谓什么经济,稳中有变,下行压力加大部分企业经营困难, 什么之类的那明显的,就是经济出了这么大的问题,第二天就有两个人通话, 所以明显的您可以看出来恒河强调,虽然中共他的言辞方面已经放软了, 但是并不表示真的会有实质性的让步,恒河认为31日的政治局会议也许做出了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不会是一次性的解决方案,也就是不会一次性的满足美方的要求, 但是可能会是一个比较明确的,就是一步一步讨价还价这种方案, 所谓的以谈代托,边谈边托,力争不要造成新的损失,旧的损失, 能够减少一点就减少一点,可能会是这种策略, 恒河指出对中共来说民众的福祉,从来就不是第一优先, 甚至从来都不是他们考虑的对象, 40年前,中共改革开放,它其实也不是为了民众的利益, 而是说再不改革的话,中共的政权就没了投资环境恶化, 外资对中国资产兴趣锐减华尔, 街日报报道,认为中国第三季度国际收支, 数据显示自2016年以来首次出现投资净流出, 这表明过去四个月,比中国的投资环境明显恶化报道称, 中国的投资者从交易中获得的收益没有增长, 净交易收益全年都很疲弱, 这意味着人民币承受着更大压力, 在国内推行大规模货币刺激政策的空间变得更小, 报道认为,中国经济诸多负面因素, 此前几乎被大量投资流入所抵消, 就在六月份境外机构持有的中国国债规模, 还曾增加近人民币800亿元, 约合110亿美元, 因为基金经理看到, 中国债券被纳入一个主要的全球债券基准指数, 外国投资者仍在购买中国国债, 但不妨以大幅放缓, 据外的资讯的数据, 他们在10月仅增持, 资金人民币200亿元第三季度, 得外国直接投资金额也接近于零, 而今年上半年净流入势头, 还颇为强劲债券市场资金流入放缓势头令人难以忽视, 鉴于通胀抬头, 增长放缓, 股市, 全面回撤外国投资整体走软不足为奇, 在中国火爆的房地产市场9月的价格涨幅, 也有所回落而在此前, 楼价上涨是投资资本留在国内的关键因素, 之一华尔街日报报道还认为, 外资对中国资产的兴趣是被低估的一个重要因素, 该因素曾经令今年人民币贬值进程放缓, 也让中共政府得以推出温和货币宽松措施而, 为引发大量资本净流出, 如果眼下外国投资者正在改变想法, 可预示着中共货币当局将面临更艰难的前景, 阿波罗网灵异, 孙瑞后综合报道。